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AD CAFE 我是阿迪 我是木木 今天我们要来比较RO逆渗透的水 冲出来的咖啡跟一般的水有什么不一样的 追踪IG 订阅Youtube 那我们之前就有介绍过不同的水质 对于冲咖啡风味上的影响 对 我们那时候测了好几种 对 有各种瓶装的矿泉水 然后也有一些咖啡的专用水 那那个时候就有人跟我们说 我们也可以试试看看用RO逆渗透 就是这种TDS比较低的水来试试看 所以我们这次就收到厂商寄来这台 Mini 16 Drinkly醉合铃RO顺热浸食器 那这台RO滤水器我觉得最大的惊艳点 就是它这个很小 里面还有两道滤芯 一道是CF滤芯 然后一道是RO滤芯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其实我们也不用帮它去装水管 对 它的机身就是这样水差水用 然后它也有附赠两个水箱 以及四种不同的温度可以调整 哪四个 就是一般的温度 然后好像 悲剧 它有常温的然后45度 然后70度80度还有99度的 就让你各个场景都可以直接去水 那我们今天的重点呢还是要来测试一下RO的水 冲出来的咖啡喝起来怎么样 所以我等一下会用RO水和我们一般的家用水 来冲两杯咖啡让木木来盲承 背景补充一下 我们在台北 所以用的是翡翠水库的水 对 平常TDS大概是40-50左右 好 我们现在要冲 是用RO逆升后的水 其实看不出有什么差异 跟我们一般的水 看不出来 这次呢就是用22克的咖啡粉 总水量要到悶蒸后分三段 那第一段呢会尽量打通水道 用大水去带出那个咖啡的风味 然后第二段呢等一下会用比较小水注中心注水的方式 可以让水可以稍微浸泡一下 因为我觉得这样冲的甜感会比较好 然后最后一段呢 就是直接加到我想要的量 所以就用比较大的水 有点让它淹起来的感觉 大水灌下去 好 拉高 好 收 这样子 好 等一下呢就要木木来喝一下 这杯是用RO水冲的 然后就是用一般的家用水冲的 你要先喝水吗 这杯是家用水 你知道吗 这杯 RO水有比较好的吗 其实真的喝起来不一样 而且才差40而已 差很多吗 对 喝起来差很多 尤其是你接着喝 你先喝RO 然后马上喝家用水 它有多了一些味道 之前我们不是在说盖美里子 会有一些风味 我觉得确实有一点点苦 然后一点点的色感 是你喝RO水的时候不会出现的 RO水喝起来很漱口 对对对 我觉得蛮酷的 之前我们可能要喝到 像那个山寸水啊 或者是 我们之前有测试过一个 拿配方水 然后做了好像50倍浓度 还是多少浓度的 我们才觉得 对 我们才觉得喝起来真的有不同 可是这样光是RO水 然后跟台北 已经算软的水 喝起来就会不一样 口感上的话 RO水比较滑一点 对 然后我们的加入水 喝起来会比较 有一点点色感 那就来啰 好 我就第一次给你两杯好了 好啊好啊 看看有没有谁多了什么 或少了什么 好 那就一杯蓝色的 来一杯蓝色的 我觉得好像蓝色这杯 比较香一点 白色这杯的香气 没有那么多的感觉 酸为主 然后有一点点甜 然后我们的咖啡豆 应该都不太会苦欸 对 这次是用那个瓜地妈妈的 如果测出来差不多 我一定要甩锅给台北的水 不够硬 但我现在觉得这杯浓度比较高 整体更酸 所有的味道都比较多 这杯是酸为主 然后其他风味也很浓烈 然后这杯酸没有那么强烈 后面的味道可能会多一点 但我觉得两杯都还OK啦 就是好像没有差异太大 对蓝色的比较酸 蓝色的酸一点 然后味道也比较强烈 白色的味道比较没有那么重 几分之后 我觉得冷掉变酸 这杯还是更酸 现在有点落差更明显 我会觉得这杯后面有点空掉 就是它会很凸显前面的特色 我可能会觉得它有柑橘 然后有一点点柠檬 然后会有一点点橘皮的色感 蓝色这杯会是调性很明确的咖啡 再回来喝白色这杯 还是会觉得它更温润一点 就是它可能会是一个和缓一点的咖啡 我对RO水的理解是它相对离子少 所以它释出的效率可能会没有那么好 我想一下 我觉得RO应该是比较温润的这杯 我现在讲越多我觉得越恐怖 共同离子效应的话 就是最明确的讲它要是同样的离子 那现在只是因为有钙煤在水中 然后所以它会辅助或者是阻挡某些离子的溶出 所以它会一定程度的去改变咖啡的风味 这就是为什么软水跟硬水喝起来会有不同的味道 那我自己觉得有离子在的时候 应该对酸的影响可能会比对后面甜度或者是苦味分子的影响来的大 因为酸通常也是带电性的自己的推论 就会觉得那RO水应该会再温和一点 但这是我猜的 对 所以白色这边是RO水 那我们就公布答案 好 答对了 好好好 没有丢脸 跟你的猜测我觉得是蛮接近的 哇塞我如果刚讲错 我要把整段都剪掉 来听我们讲解冲出的部分 那其实我这段时间在用RO水的时候有一些调整 就是像我在研磨度上面就会把它调得再细一点点 就是因为如果用原本的研磨度或比较粗的研磨 有一些味道确实后来会出不来 尤其口感的部分 口感的部分有一点点太就是太淡了 可是那一调成这样 我觉得RO水的body还是蛮好的 对 就我觉得现在的研磨度算是RO水和那个加用水都不错的一个状态 但是两边就会展现不同的特色 RO就是一个比较温和 然后各种味道也都有 但不会太过突出 加用水的话就会比较多那个味道的变化 嗯嗯嗯 而且我觉得这台RO水很方便 对啦 这个是我们目前都使用它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因为之前要喝水 我们就要先过一个旅行 然后再加热 就煮沸过 用这台之后 我们基本上就是它出来我们就会直接喝 那它的水槽在后面 那水槽在换水的方面也是非常的方便 提起来就可以去加水 就我之前家里也都是用RO的水器 对 你知道那就震掉我家阳态 的大概三分之一大小 而且它废水超多 对 RO逆渗透的意思就是说 透过一边的压力 让隔在中间的这个半透膜 只有水能通过的这个半透膜 在一边加压之后 让水能够从浓度高这边 嗯嗯 流啊 跑到只有纯水的那边 对 所以它的压力有一个极限在 嗯嗯 我施加的就是这个压力 我能过去的水就是那么多 对 所以它就会有一定的废水量 嗯 我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黑科技 所以以前的那个RO系统 它就会排很多水出来 那这台的废水非常的少 对 而且它其实就是放在它原本装水进去的 这个水箱里面 你在换水的时候 你就顺便把里面的废水倒掉 然后装新的水进去 然后插回这台机器就可以使用 然后这台机器它有另外一个优点 就是它有给这个水箱嘛 那这个水箱它就给你两个 所以你可以一个在装水的时候 另外一个就可以带着走 对对对 那像我们现在夏天到了 所以就很需要一些冰水 那就可以把它冰在冰箱里面 它就可以直接放进去 对 而且因为它也是有盖子的 对对对对 所以在膝带上面啊 然后在替环上面的话 都会很方便 好那今天RO水值的比较就到这边结束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请点个喜欢并且分享给你的朋友们 那我们在IG上也会固定po文 然后介绍咖啡厅 所以可以follow我们的IG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